大家好 欢迎收看4月28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普悠玛事故后续的处理工作 目前仍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而立委刘兆豪特别邀请到交通部长林佳龙 到台东和家属进行座谈 刘兆豪也要求台铁局后续仍要秉持同理心 尽速的完成后续关怀 抚平家属的伤痛 让大家能够尽速的恢复正常的生活 台铁去年10月发生的普悠玛事故 如今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 立委刘兆豪特别邀请林佳龙到台东与家属进行座谈 我们做了几个要求 第一个希望 因为在我所召开的协调会里面 我们受伤的乘客提出一个要求 要求而且希望铁路局 针对外伤医学协会所鉴定的受伤程度的分级 然后做一个赔偿的依据 比如他受伤程度如果是一分 用一分比较不好的 不过我们姑且用这样 一分就是15万元 然后两分就是30万元 然后用一个客观的外伤协会来做一个评断 那这样的要求已经铁路局在前两个礼拜 就已经同意做这样的一个标准 所以现在目前培长的方式有三个方向可以选择 那之前那两个还是可以被选择 事故到现在发生已经半年的时间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早一日的把这样的一个事故 无论是乘客或者是家属能够走出这样的一个阴影 但是这有赖我们政府要展现一个最大的诚意 还有决心还有后续的这样的处理态度跟方法 才有助于我们从这个事件事故当中 我们继续教训 教训能够绝对不能让往后不能让再有这样的重大事故的发生 而且要来协助无论是受伤的乘客或者是拟难的家属 能够早一日的能够恢复他们正常的生活 刘兆豪强调将会持续关心与督促事情的发展 并要求台铁局展现最大的诚意及决心 从事故中继续教训 不让悲剧再度发生 记者潘俊伟台东市报道